我們媳婦都要吃雞鳥 妳媳婦怎麼那麼大? 是喔 還要包出雞鳥就要包出雞鳥 對啊 我自己不做 自己不做 幫你做 幫你做 辛苦 我做啦 我這個媳婦也不可以吃我 你有想嗎? 沒有 沒有 沒想 有包出雞鳥 妳知道的包出雞鳥好嗎? 烤菜啦 可以嗎? 我看妳的包好嗎?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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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次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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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媳婦怎麼那麼大? 很大 是喔 還要包出雞鳥嗎? 對啊 阿公自己不做 自己不做 看我做的事 幫你做 辛苦 沒辦法 結婚第一年 就把婆婆當成詐騙 剛剛我交我婆婆的電話 然後因為我還沒有交我婆婆的電話是幾號 所以她就是一個陌生號碼 然後我想說 又要來騙 我就很差心情想說 好 那我就來接電話 然後我就把電話接起來 然後就一連串講台語說 我是妳媽 妳明天冬至有沒有要吃湯圓 我想說 東智吃湯圓 現在 詐騙集團 連吃湯圓這種事情 都要打進他過來先通知就對了 然後 我就問她說 妳是我媽嗎? 然後她就說 妳是真一彎嗎? 我說 對啊 她說我是妳媽 我說 蛤? 妳不是我媽? 詐騙集團 又要來騙 然後她就說 我是妳媽 妳婆婆啊 太丟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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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用這種聲音 剛剛說 喔 對對對 然後妳說 啊 對對對 我們前面要認出來是妳 欸 我們要認出來欸 但是明天是冬至要吃湯圓喔 完蛋了 結婚第一年就這樣 啊 拜託新娘子們 可以不要帶這兩種人來挑紋衫了嗎? 拜託拜託 這樣我們很難挑欸 第一種 婆婆跟媽媽 如果是妳的媽媽 妳可以控制我就算了 但是婆婆妳好意思控制她嗎? 通常婆婆跟媽媽來都會叫我們說 老師啊 可以洗洋洋顏色給我拿出來 蛤?妳說什麼? 洗洋洋? 哪裡來的洗洋洋的顏色? 然後婆婆媽媽就會說 什麼那個螢光黃啊 螢光粉紅色啊 什麼桃色啊 各位婆婆媽媽們 已經民國112年 21世紀了 已經沒有桃紅色這種東西了好嗎? 第二種人 假裝是妳的好閨蜜 妳知道閨蜜來現場的時候 會一直瘋狂拿她喜歡的款式 她也不管新娘胖的瘦的圓的 她就一直拿自己喜歡的 她們完全忘記 她自己不是新娘欸 然後好不容易新娘 拉開蓮子出來了 我們不是應該讚美她嗎? 閨蜜們就會說 唉呦妳的腹部炸開了 唉呦妳小腹好大 唉呦妳屁股好大 天啊妳也太胖了吧 各位新娘們 妳要記得 妳的婚紗 妳跟妳老公喜歡就好了 不要全家大小都帶來 這樣懂了嗎? 那兒子是自己養的 妳罵上兩句 打他兩下 她都這個成說 那兒媳婦就嫁過來的 將心比心告訴妳 兒媳婦那個嘴 一句也不讓 聽著兒媳婦和兒子又搶下來 妳願意管呢 妳就罵兒子兩句 把事給壓下 妳不願意管呢 妳就裝聽不見 我也不能想妳是偏罵兒子 那兒子是自己養的 妳罵上兩句 打他兩下 她都這個成說 這兒媳婦就不一樣了 嫁到三家 妳得給他溫暖 給讓人有安全感 是不是 得讓人拿著咱倆當靠山 那他才能拿著這個家當家 那兒子一天就送妳 我哪得去 送點氣沒關係 兒子是得 自己的親爹親媽跟錢 讓兒媳婦就嫁過來的 有理沒理的 妳得給他整理 將心比心 告訴妳 妳對他好了 將來以後她也對妳好 妳自己裹麥裹麥去吧 媽媽從小把妳們捧在手心裏面長大 不是為了讓妳嫁人去給別人當黃 妳別妳什麼都不幹 然後小嘴巴巴巴巴巴一頓說 然後從來不嫌人 這邊亂那邊亂 這邊髒那邊髒 那你在幹啥呢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兩個女兒 將來沒必要太懂事 想談戀愛就談戀愛 不想談就不談 想結婚就結 不想結就不結 結婚不一定是好的 不結婚不一定不好 我也不在乎性別 男男女女的都無所謂 妳可不能像媽媽一樣這麼懶 將來妳嫁人了 有了自己的家 可不能這麼亂 我老公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從過世裏面去開始咬喝 我告訴我兩個女兒 媽媽從小把妳們捧在手心裏面長大 不是為了讓妳嫁人 去給別人當黃 妳們城裏的這個小家庭 裏面所有的事 都應該是兩個人共同做的事 兩個人共同在外面賺錢 晚上回家一起來打掃 不是說這些東西 就一定是女方來幹 或者說在外面賺錢 就一定男方來幹的 有時候我就覺得我老公 她那個觀念裏面就是覺得 嗯女的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記得我曾經跟我老公 談戀愛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了 我不是很喜歡打掃 不是很喜歡收拾家 這不是我擅長的 我把我所有的缺點都說給她聽了 然後我老公就跟我講 她爺爺給她奶奶做飯 她爸給她媽做飯 完了以後說她也會給我做飯 我不喜歡這些東西她都會做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 我跟你說實話 妳竟然跟我來虛的 然後結婚了以後 她什麼都不幹 妳懶妳不幹可以 那麼妳全身在懶的時候 嘴巴能不能也跟著懶一點 妳別妳什麼都不幹 然後小嘴巴巴巴巴巴一頓說 然後從來不嫌然 這邊亂那邊亂 這邊髒那邊髒 那你在幹啥呢 我就覺得其實對女的有一點點不公 又要求女的要獨立 又要求孩子一定要自己戴 沒有什麼公平可言 所以我就希望 我的兩個女兒 將來沒必要太懂事 想談戀愛就談戀愛 不想談就不談 想結婚就結 不想結就不結 結婚不一定是好的 不結婚不一定不好 我也不在乎性別 男男女女的都無所謂 只要我跟你喜歡就OK 我也沒有覺得我嫁給一個男的 到底有沒有幸福 可能有幸福的 這都是別人的 自己沒遇上 希望我姑娘將來運氣能好一點 不管遇到男的還是女的 都能幸福一些些 這個東西無所謂 媽媽不會去介意的 隨心所欲 自在如風 人活著一輩子 每天讓自己開心 真的是太難了 為什麼要因為別人的話 去委屈自己 將來我姑娘想要嫁人了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這個人很渣 我姑娘想要離開 過來跟我講 OK 媽媽支持你 你也不要怕因為你是全职媽媽 沒有工作怕養不起孩子 放心好了 媽媽在你兩周四的時候 就開始給你存情 為什麼 就是將來有一天 他有需要的時候 我可以做他堅強的後退 不要怕 出去找工作 媽媽給你們存的錢 肯定夠 你們去找工作的這個時間 順帶還可以雇個保姆 所以你沒有後顧之憂 就去做你想做的事 然後我一定會讓我姑娘去 學散發跟拳擊的 強身健體嘛 因為有的時候你約了那些人 你用溫柔婉淵 大家閨秀 一點用都沒有 他們會得寸進尺的 我們不一定能上得了廳堂 但我們一定要逗得過豺狼 逗不過我們就跑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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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